到了最后一回合 Toys历劫无法抵挡中赔生的攻势 终究贵挡 比赛以技术击挡 也就是TKO方式结束 由中赔生夺得胜利 网红拳击赛权上在昨晚正式落幕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战斗 三组网红 中赔生BSToys 孙生BS小哥哥艾莉 617VS皮特哥哥的激烈对决 终究揭晓了胜负 并用他们的精彩赛事 为现场观众带来热血沸腾的时刻 其中 中赔生与Toys的赛事最具话题性 多年前起因于合约纠纷的争吵 如今以拳头的对决滑下据点 这场比赛压轴登场 成为最主要的焦点 首回合 两人的对战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Toys展现出超乎水准的表现 但在第三回合 经验更为丰富的中赔生 逐渐占据上风 到了最后一回合 Toys力竭无法抵挡中赔生的攻势 终究跪倒 比赛以技术击倒 也就是TKO方式结束 由中赔生夺得胜利 然而 Toys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的风度 却赢得许多赞誉 他表示 请大家给赔生一点掌声 能打他几拳 我很开心 孙生与小哥哥爱丽的对决 则有着不同的虎话 两人因孙生的一句轻蔑话 逢甲垫倒罗而起了争端 赛前数度发生激烈的口角 虽然现场观众对他们戴头套的做法表示不满 但他们依然专心于比赛 以拳头来说话 孙生在比赛中连续攻击爱丽 展现出如同僵尸般的坚持 在经过三回合的激烈比拼后 所有裁判一致认定孙生为赢家 当得知胜利的消息后 孙生非常激动 甚至忍不住落泪 他表示对格斗选手的敬佩 并笑说 将不再接受超出自己能力范畴的挑战 而另一场赛事中 饶蛇歌手六一七与健身网红 皮特哥哥的对决 则带来了不少惊喜与笑声 在比赛开始前 六一七还以播放自己的歌曲作为出场方式 而皮特哥哥则是带着六一七的母亲一同进场 甚至大方表示要代替六一七的母亲教训他一顿 这样的开场即引爆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然而 比赛的结果并未如某些人预判的 出现一面倒的局势 皮特哥哥先是以他惊人的身材优势 在比赛中疯狂攻击 导致六一七在比赛过程中一度处于下风 但在最后一回合 六一七做出了惊人的反扑 不过这仍不足以逆转比赛结果 皮特哥哥最终以分歧判定赢得比赛 以下是拳上拳部对战组合以及结果 第一站 职业泰拳运动员兼教练 王玉仁 对上 演员 同时也是泰拳教练的Black Joe 双方以泰拳规则对战三回合 最终Black Joe一致判定获胜 第二站 女子职业拳手王靖兴 对上同为职业拳手的领品族 对战三回合 最终由王靖兴分歧判定胜出 第三站 健身网红Peter哥哥对阵饶舌歌手六一七 打三回合 Peter哥哥分歧判定胜出 第四站 孙生对小哥哥爱丽 打三回合 孙生一致判定获胜 主秀 钟培生对上拖中培生 这场是六回合之对战 钟培生于第三回合技术性击倒拖死 为当晚的比赛滑下据点 大家对于拳上的比赛结果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